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Aunty想要分享我家的年屋 给你们看一下 Uncle现在在树上开年屋 有几包,Uncle? 30包 有一些已经采回在家里了 你采这么久的朋友们想看啊 我都还没有开刚才,你又想要开 给朋友们看一下 自己自家中的年屋没有药水啊 我们从小小里就开始跟它包起来 哇,你们看 好美哦 很好吃的 肉质厚厚的 感恩感恩哦 给朋友们看一下 是不是好漂亮啊 哇 哇 好大好大哦,朋友们 给你们看一下,非常的大力哦 感恩感恩哦 没有放肥料啊,只是放那些有机水哦 那就长到这么美哦 哇,感恩感恩哦 来 手机给我 手机给你,哎,不可以啊,遮住了 哦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个是,妈妈厨房 Uncle种的年屋啊 玩大力 哦,你们看一下 有大,有大有小啊 好美哦 它的颜色也是很红哦 很美哦,这吃这个很好 玩大力啊 好甜耶,肉质又很厚 哦,肉食很厚啊 又甜又厚又好吃啊 很多水啊 朋友们,给你们看一下 Uncle踩回家里这些年屋 朋友们,你们看到这个裂痕吗 这个裂痕呢 就是说这个年屋已经成熟透了 它已经开始要爆水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 这些年屋呢 如果在热天的时候 它非常的甜啊 如果已经呢 它就长得很大力 不过呢,口感没有这么甜 所以朋友们,让你们看一下 这些年屋是不是好漂亮呢 这些年屋是不是好漂亮呢 还有啊 这里还有一些肉多 也给你们欣赏一下 好 主持们,大家好 今天Uncle要讲一个年屋 这个年屋呢 这个年屋呢 在桌上我全部采完回来了啦 是这样多了 也做什么这样少了 这次 因为雨季的关系 每天雨季 在50天里面都是雨季 它的花啊,花蕾啊 全部跌 跌到满地都是 所以就 这次的年屋就是这样多而已 这个年屋很奇怪呢 这棵树啊 有两个品种 一个就比较深的 深的 比较深色 比较大粒 深红大粒 这个呢 就比较淡 淡红 淡的淡红啦 就是比较浅色一点 但是呢 这个浅色这个年屋呢 它的肉质呢 白色 就比较幼 很幼很幼 它的肉比较幼 也甜 很甜 这一个呢 就是比较深红 它的年屋就比较大粒 蛮大粒 好啦好啦 你不要掉 你掉下来 跌坏了 很硬 因为刚刚采下来 你看 它的枝干也是非常的新鲜啊 这个树啊 不是借树的年屋啊 不是借种的年屋啊 种种籽的 是咯 这个年屋是我们是种种子的 因为阿姨从巴萨巴基买回来 一粒年屋 吃了之后呢 看到里面有一粒种子啊 阿姨就把它种下来了 结果呢 感恩哦 小蜜蜂跟我们配种 配到这么美的年屋 你看到什么 还有啊 这是已经 爆水了 它 已经够水了 够到 啊 对啦 直彩啊 看到有些就是已经 爆水 爆水就是 水一水 已经很够成熟了 裂痕了 所以它有裂痕很够成熟了 我也是可以吃很甜很甜 很脆很甜 阿姨吃给你们看 好 看这里 啊 尝尝很多种类啊 这个年屋 看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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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尤其它的 哪里比较甜啊 安哥 你告诉我 最甜的 不要浪费 不要切掉啊 朋友们 吃白啊 干净 有些是从这边吃 好 有些就喜欢 从这边来吃 先 从尖尖这边咬下去 有些人就 这样一半吃 好 来 你看 它肉啊 比较幼 幼幼的你看 嗯 哇 这边就是最好吃的 又脆又爽 水又多 哇 也是有时雨季的关系啊 在主要没有这样甜啊 假如真的没有雨季啊 四五天这样啊 你踩啊 哇 甜到真是很甜又很脆 很香 很香 还很香 你都可以啊 叔叔在打广告他那可是啊 真的很香啊 我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会送到这样美的年屋出来 所以我送到 你有口福啦 是啊 你真是有口福 我实在感恩 嗯 嗯 嗯 这个饱饱的哦 你给朋友们看一下 哇 哇 它的下面那个领悟下面的屁股 嗯 啊 够水啊 还有些啊 更好 更大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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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哦 哇 蛮饱的 好了 给朋友们看一下先 这里还有些肉豆啊 这个年务树啊 已经有 十多年了 最少也有十五年了 有咯 有十五年了 不止咯 不止咯 啊 十五年的树已经很大壳了 uncle也是跟他高的地方 跟他修剪 跟他修剪 包不到啊 他年务包不到 uncle就不要了 老了啊 不要爬这样高了 太危险了 我们就尽量跟他 砍小壳一点 上面都不要了 跟他砍掉 给他重新再 不要 不要那个树 就是太高了 我们也包不到了 不要 也是说年务不要太高了 如果朋友们 想种年务的话 也可以考虑 买来种 只不过呢 要告诉大家 年务是非常多的叶子 掉落啊 要少好多叶子啊 每天都要少他的叶子啊 要吃他的果实也不容易啊 他的叶子是非常多的 真的好吃哦 你给朋友们看那个 这个年务的 他的那个什么 下 反过 你给他反过来看 哎呦 好了好了好了 他跌下来了 可以了可以了 好了 感谢朋友的收看啊 真的很感恩大家 我们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啦 下次再见 下次影片见 下个影片见啊 拜拜